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都是在纽西兰里面读过书 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经验要跟他分享了 首先来Celine介绍一下 我叫Celine 我是读在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读Bachelor of Arts Major in Education and Physics and Maths 来我们有答Damean 嗨我是Damean 我是读Bachelor of Commerce Accounting and Finance 然后是在University of Auckland Oakland我很想去 我其实有想过 就是我今天有一年我想要去念Master的时候 Oakland我其实有想过了 我看完他做东西 然后发现还是不要去了 有点贵是 没有不是我的Dream School OK好那我们今天呢 要before我们还没开始之前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现在这边 不是有那个打岔跟狗的 这个就是yes or no的环节 OK那各位你们就是必须要老实的回答 我们观众真的是想要听真心话 OK好话不多说 我现在开始了 请问可以去NZ留学 家里一定要很有钱吗 yes or no OK OK 诶 等一下你不可以这样子跟女生的 OKOK来 两位都举了沟跟茶 来解释一下 Celine 因为我身边认识到呢 很多是under政府奖学金去留学的 假如private的呢 大家选择NZ的原因是 相对所有英语系国家里面 它是没有那么贵的 它会比Australia还要再便宜一点 这样子 OK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多国家里面 像留美的国家啦 留英啦 Australia等等 为什么最后 你们选择到NZ的 嗯 我是本身觉得NZ比较chill 比较chill OK 比较过的 你喜欢chill一点 chill一点 怎样chill法呢 就 比较relax啊 Australia比较chill 就 你可能觉得passing比较快啊 pass比较快 NZ的话可能比较像 E宝 E宝啊 就比较chill一点 chill一点 有这种感觉吗 有比较过吗 OK 它会真的蛮像E宝 然后 E宝 就是因为我那个地方呢 人也很少很少 OK OK 所以它就是大家是比较慢节奏生活 就没有城市live的那种感觉 哦 E宝 OK OK 我一直到 你现在完全去把E宝的画面 放在我脑里面了 OK 好那我想要问第二道问题就是 请问NZ生活会不会很无聊很闷 很早睡 然后完全没有夜生活 像你跟我讲嘛 就是没有人的 就是很大嘛 是吗 yes or no 诶 两位都是举插喔 OK 来解释一下 他们还是 假如单说夜生活呢 他们的夜生活比较多 不像是我们会去city 或者我们会去灯红酒绿的地方 他们就会比较在朋友家聚会 然后可以到很晚 或者说他们会很impromptu 就是我们经常会开车 就是去某个地方看夜景啊 看海啊 就很就是他们的夜生活是比较跟我们 所知道的会不一样啦 但是还是蛮有趣的 OK Damian 我的话 因为我 是在奥克兰CBD 所以 其实跟 这里是没有什么分别啦 分别就是 可能人比较少 夜生活还是有的 像 比如说 可能 party啊 这些 houseparty有吗 houseparty也有 自己有organize过吗 我的housemate有吧 我本身 差不多 差不多 这是可以跟未成年讲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这里很open的 我们什么都讲的 嗯 我们南岛呢 就可能 没有这样的城市啦 所以就 我们学校 每个礼拜四晚上 就会举办 学校的club 参加的日子 可以拿学生证去参加 所以就是蛮安全啦 但是也是蛮好玩的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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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怎样 就是他们 他们呢 就是夜生活会开始的很早很早 八点钟就有人去排队 排队就拿学生证进去 然后也是有个DJ在上面 然后大家就在下面 很兴奋 一团乱这样子 就很像蹦迪这样子吧 蹦迪就 比较相对比较健康 健康一点的蹦迪 啊 就还相对比较健康 因为 就是可能讲 除非你表达有意思 对方才会这样 但是其实 你拒绝的话 大家都会很尊重你 而且大家都是大学生 所以你有被打散过吗 所以你有被打散过吗 妈妈 你可以 你可以老师 有吗 呃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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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呢 你在那边交往过吗 没有没有 但是 我那里也是有这样的文化 但是那边 我那边通常都会有节奏 就他们可能几个月就有一次节奏 在一个park就开一个节奏 节奏就是请大明星过来的 不是大明星啦 可能我不认识吧 就是本地的那些band啊 okok ok 我们的节奏呢 是很family friendly的 就是它很像是烟花节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会家庭哦 然后这晚上可能有人出来唱歌啊什么 然后放眼光 好健康哦 啊 是 我居然就 确定吗 你刚刚上一段不是这样 是因为妈妈在现场的关系吗 但是Crysearch 比较是家庭比较多的地方 啊 是有学生生活 但是它 不会到 呃 它不会到太学生生活啦 还是 很多是家庭适合的活动啦 ok 好来 我接下来去问 那请问 如果英文不太好 是不是不可以去新西兰读书 yes or no ok 两位 今天是 第一次见面 可是默契到现在是 是有的 所以 两位都单身吗 ok 然后 接下来回答 英文重不重要 就是我英文不好 可以不要去新西兰 呃 我是有 看过完全不会英文的人 也在那里读书 所以 哦 是没有问题的 比方说 比方说 那边的中国人比例 很多 其实 就是你随便丢一个石头 都是中国人 ok 所以都讲华语的意思吗 呃 大多数 但是如果你想要练习你自己的英文口语也是有方法 是是 ok 其实你只需要 basic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来很 deep的英文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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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 嗯 呃 我是 我也是有见过 有朋友呢 是英文不好 但是还可以读到毕业的 但是他是比较 读 笔课啊 这一种 不需要很多的那种 grammar啊 啊 他只是可能写 还有会看得懂 和 因为老师上课是全英文啦 这一点会比较吃力 ok 但是马来西亚人的英文 相对来说跟中国人来比 真的好很多 至少我们听得懂大部分的 ok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太大问题 嗯 还好我们是在YouTube播出啊 ok 那请问就是如果去NZ读书的话 要打工 是不是只能采苹果啊 你没有打工的经验吗 在那边 有 ok 就是他很多工可以打 什么不只是我的stereotype 就是采kivi 采苹果 采cherry tomato 是不是 一般学生是采不到苹果 因为你要上课 哦 然后采苹果的地方 会比较偏远的郊外 嗯 所以呢 大部分人就直接去那边 闭关两个月 然后就在那边 就 可能多数是葡萄啊 Cherry啊 Kivi啊 苹果是相对比较累的 我还有分别 okok来 其实在我那里 我没有听说过采苹果啦 都是在马来西亚听过吧 对不对 我那里没有 就是很普通的工啊 Cleaner Water Water 所以你没有打过工啊 在那边 我没有 我没有 因为有钱宅 唉 那 Cleaner 有打工啊 我有 来讲一下打工经验啊 我第一个找是 马来西亚的餐厅 这样子透过朋友介绍 因为 在纽西兰呢找工作很靠 也蛮靠人脉 很多东西 她不会去公共去 告诉全部人这样子 她就是透过朋友介绍 然后后来就 跟大学的图书馆打工 然后自己也有做tutoring 所以 其实 赚了很多吧 还好 那个时候实行是多少 如果是 tutoring tutoring 他不跟实行 就是多数会比实行再高一点 实行多少 实行呢是20 到我的时候是 去年还是20 马币是多少啊 马币是乘 大概2.8到3 60块 一个小时 那如果你刚刚讲 还有去打什么工啊 就是 做餐厅跟 餐饮 餐厅也是20 20 实行 对 其实如果你打工 然后 你cover你的生活费 是完全cover到的 可以 可以 好来还有一题 就是打工实行问到了 那最后一题 请问外国的文凭 是比本地的文凭吃香吗 如果从纽西兰回来 回到马来西亚 找工是容易100倍 可以了 yes or no 终于又不一样 OK 来 我们先从Celine开始咯 我觉得并没有100倍这样的 这样的 夸张啦 而且纽西兰的大学在马来西亚 也不是特别的出名 不像英国很多大学也比较出名 所以我不觉得会比较有优势 除非你是说 好像我们做教育 可能说你要去 说英文的学校 如果你有教育还是什么 你有英文优势 可能是会相对好一点这样 OK 来你举两个 打算更够 也没有这么好 会有一点点帮助 有加分 是不是 分享一下 你的朋友或是你的经验 我的经验就应用不到 因为我是Bondert的 但我的朋友他们 我看到苏西兰回来 他们都有工 而且都是在比较大的公司 都是那些 一应用 像Public Bank 这样大的公司 所以 因为Filtr 就是HR在做Filtr的时候 也会看你是从哪里回来 然后什么学校 这样子 所以这种故事听得太多了 就喝羊水 知道啦 反而赛 Oakland大学毕竟是马来西亚人 一听就知道 对 对 约西兰第一的大学 而且那个时候我去Survay 好像可以带伴侣过去 是不是 如果拿到Schoolership的话 哎呀 你单身没有关系啦 OK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各位在听到这个节目呢 我相信多多少都有一个picture了 对于这个NZ留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开了一个Telegram给大家 里面呢 也帮大家整理了 就是如果你想要去NZ 新西兰里面读书留学的话呢 这一边有一些奖学金的资料啊 什么学校比较好 性价比怎么样 需要准备多少钱过去啊等等 比较多的Infographic呢 也会陆陆续去po 在我们Telegram里面 所以如果我同学有兴趣的话呢 点击我们这个Description 下面的链接 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Telegram 我们在里面聊更多 这边有个好消息 跟你说 那NZ这一边呢 已经开放边界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将来呢 想要到NZ去读书留学的话呢 这边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就在8月27号跟28号呢 在Sunway Convention Center那边 有一场The Star的Education Fair 而且呢 里头有6间 来自NZ大学的代表 在那边跟所有朋友 解答任何的疑惑 所以有幸运的同学 赶快过去吧 那接下去呢 好再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这个 哈 新西兰留学的这个东西啦 请问就是 留学的环境 会不会相对来讲 比 Malaysia 比较轻松 嗯 诶 为什么 会 我之前是在Taylor's College 读书 就会感觉好像 passing很快啊 比较stressed啊 NZ它们的culture 可能不大一样 Chill很多 Chill很多 老师是不理你的吗 呃 不一样的 那边的老师 和我们这里也是不一样 这里的老师 可能他会来 要求你一定要上课 不可以玩电话啊 比如说 啊 考试要考 那里的他就好像 我来这里给你lectures 这就是我的功 Malaysia的 Malaysia的 比较像是Guru Discipline 这样子 那边就是像是那种 辅导老师啊 是吗 比较爱心一点的是吗 就 可能他们是 他们是 他们是 他们不会 因为我之前 我是 也是在马来西亚读A level 嗯 然后 可能是那边 就不会用你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你的成绩好不好 你上课有没有停课 来去 来去判断 这样子 然后老师呢 只要你问问题 他都很愿意花他额外的时间 再来帮你回答 然后你可能跟他 再要求你要 Zoom Session 还是什么 他们都会很乐意这样子 嗯 而且 我有听说过里面 尤其在新西兰的时候呢 就是 这一个学生会是很强大的 嗯 而且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会在里面 是不是 嗯 要讲一下吗 这个可能我可以分享 你是学生会会长吗 是 哇 还有各位 Telegram的Guru 一定要加咯 哦 我们把学生会会长都把它放进去里面了 转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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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 其实马来西亚这个团体呢 在 我们马来西亚在奥克兰 在新西兰都是比较团结的 因为很多马来西亚 那些还没有去西兰读书的人 你也可以去请问我们的 我们也会跟你说 啊 你 啊 这样子类的东西啦 诶 像我们这些学生哦 Joy了我们Telegram会有一些疑惑 你们的Club的人也是可以帮我们解答的 是不是 是可以 是可以的 是不是 诶 诶 那你呢 有Joy了学生会吗 我有 Joy了学生会是不是要给会费的 不是会长 哦 你是副会长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会长夫人 我也不是 OK 离得很远 我 我们可能是也收得很便宜 然后主要的收入也不是学员的会费 对对对对 那些人的会费啊 然后因为 马来西亚人呢 在纽西兰人的 之中的名誉是相对算不错 然后 然后就是一听到马来西亚人 大家都会 蛮开心这样子 而且马来西亚食物都会很好吃 所以我们办的活动呢 就不只会有马来西亚人来参加 哇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branding 在纽西兰人做得很好啊 是很好的 就是 没有错 因为 我们的Club 通常很多中国人啊 香港人 台湾人都会参加的 真的假的 就我那时候 我是President的时候 我的Comedy也有香港人啊 台湾人啊 原因是什么他们觉得 马来西亚东西很好吃 嗯 也比较喜欢我们的文化 他觉得我们很便利 好了我们继续问下去 你在就是 纽西兰读书的时候呢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有趣的事情等等的 纽西兰人的口音是很特别的 怎么说 可以模仿一句吗 嗯 他们 Sweet 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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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啊 就是 Sweet ass 是睡的意思吗 有点像酷 这样子 就是很像他讲OK 还是什么 他叫Sweet ass Sweet ass Sweet ass OK 然后我们会说 就是like Oh this is me 这样子 This is me Mean就是好 其实是很好 很酷的意思 但是我们用mean mean是在英文来说 其实是很坏这样子 但是他可能这个好到很特别 This is me 这样子啊 所以如果你讲 this is me 大家知道你是从 纽西兰回来的 吗 只有纽西兰会用这个字啊 我觉得看地区吧 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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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听过这个是不是 我就没有听过 OK 没事没事没事 来 这样 是不是那边 听说啦 就是那边的人不爱洗澡 是吗 要解释 还是你自己也不爱洗澡 没有没有没有 I mean Compate to Malaysian 可能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吧 Malaysian真的很爱洗澡 是真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 环境我们一定要洗澡啊 早上洗 下班回来洗一次 我都可以洗到三次的 他们可以两三天不洗头 然后 怎么办 就是大家都这样啊 而且那边相对环境来说 比较干燥 所以不太会像我们这样子出汗 就不会太发臭 OK 所以你有试过几天没有洗吗 冬天的时候 可能一天考试之前没有洗 对 但是真的不会有味道 是真的不会有味道 哇 我想要挑战一下 你有洗过 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帮你扣粉了 对不起 他回到Malaysian过后有洗 还有 纽西兰人呢 会很爱光脚出去走 很爱光脚 你说赤脚吗 赤脚对 怎么呢 就不喜欢穿鞋吧 因为他们是在家里面呢 也是脱 进到房间也是会想脱鞋这样子 可是坐到外面也是啊 他们走到外面也是很爱脱鞋 对 然后进客室呢 什么就是侧脚这样子走进去 然后大家也不会介意 可是我看到Demon 他用一个很亚裔的眼光 是吗 你们是不是去NZ的 这不好像不一样了 是南 因为南北岛的差别啦 是在北岛 我们南岛的就真的是很乡村啊 OK 然后可能大家冬天 男生很爱穿短裤 冬天 冬天穿短裤啊 对啊 他们好像可能皮比较厚 还是什么 你说脸皮比较厚 不是 脚皮 脚皮很厚 OK 好 那我们这里有个问题 就大家会担心 你刚刚讲 这样听起来其实 NZ它的性价比 就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如果啦 我现在讲说 我现在只有3000块马币 这样3000块马币 我可以在NZ可以用多久 好 换算去来 呃 我 我是觉得可以用 你省着用可以用一个月 哦 3000块可以用一个月 生活费而已吗 就是住宿费跟生活费 可以用一个月 嗯 对的 因为住宿呢 我们南岛也是相对便宜啦 然后过后 食物你在超市买呢 原材料所有东西都会很便宜 牛奶啊 奶制品都会更便宜 这样子 肉类也不会太贵 所以说 省着用3000块 其实 一个月 呃 住宿加食物加生活费 其实是可以的 嗯 agree agree 呃 这么说 这里的AVOCADO一粒是7块钱 OK 那里一粒1块钱 有时候一堆1块钱 哦 对 重点是你们都是自己煮的吗 在家里面 还是比较常去煮 通常都会自己煮 还是会出去吃 哦 大部分都是自己煮啊 诶 因为外面吃真的是 人工费很高 对 对 所以他煮出来的食物呢 就可能贵个十倍这样子 哇 我刚刚讲的是3000块 是我自己突然在讲 3000块一个月 应该可能还不够耶 所以你们觉得够 这样其实如果我讲 省的话 其实可能 2000 也够吗 2000就太夸张了 3000就是 3000刚刚好 刚刚 租时期 哦 因为住宿呢 很像 住宿可能要签 我们那边就可能 签5000到2000了 OK 所以 加饮食的话 可能饮食就便宜 哦 饮食你可以自己控制 对对对 但是住宿呢 大概都是这个价钱 哦 看那边也是吗 那里住宿可能会贵一点点 OK 租房就还好啦 就是跟朋友住 对对就还好 OKOK 好来 那我们其实 我们有聊的就是 奖学金的部分 是不是很多可以申请的 应该不是说很多 但是可能相对于 UK啊这些地方 竞争没有这么大 OK 申请的人没有这么多 那是不是学校的排名 越高 学费就越贵 是的 应该是 你看这好 所以你那边肯定是贵过 我那里 一颗的话 差不多是 5600 5600 5600 你一年 你大概一年的学费 一个SAM要四颗 一年就八颗 所以 差不多 多少 40千 纽币 40千 纽币 乘三就是 120千 对 那你的呢 我那边呢 一颗是三到四千 可能慢慢会涨价 就省了大概一千 所以我们一年 我的颗是一年大概三十千左右 OK 我原来是 是有分别 就是 纽币不好意思 扭币在酸 不好意思啊 乘三 就九十千 一年 一年 对 对 OK 所以 好了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些资讯 同样也会在Telegram里面发一发 我们整理过后 各大地区哪一个性价比比较好 你自己 就看着你们自己的那个budget去选 也是有的 要很贵也是有 要中价也是有 要很便宜也是有的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聊 如果毕业之后呢 在NZ 就是毕业之后 如果 在NZ那边 要找工作是很容易的吗 不 accounting and finance 是很容易的 找工作其实不难 而且尤其马来西亚人 我们选择的专业 会相对 比较对市场的胃口 很像说 其实你只要是 account 还有 healthcare 或者说 engineering 很多马来西亚人会选这种 这些就很容易找到 老公 而且接下来也可以再申请PR 就是 如果是从 NZ回来之后 这样 在马来西亚找工 会不会 你比较好一点 薪资待遇也会比别人高一点呢 就是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 我朋友说 真的假的 因为 I mean 你被recruit的公司 通常会比较好 就the changes 我们进大公司会比较高 然后他有比较过 就是可能 从本地毕业的 跟国外毕业的 真的有差 I mean 因为可能有些公司 他比较不请 像 比如说啦 比如说像 去BCG啊 像美国公司啊 可能他 他的 他比较不想请本地 因为他们外国公司嘛 可能他们有 就会看 懂啊 懂 那你有听过别人的故事吗 还是什么 自己的 我还没有找工作 我还在读书 所以我是还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故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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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个好消息 跟你说 那NZ这边呢 已经开放边界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将来呢 想要到NZ去读书留学的话呢 这边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就在8月27号跟28号呢 在Sunware Convention Center那一边 有一场 The Star的Education Fair 而且呢 里头有六间 来自NZ大学的代表 在那边跟所有朋友 解答任何的疑惑 所以有幸运的同学 赶快过去吧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呢 像是大家就聊了 这个NZ的 他的留学啊 就是一些点滴等等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想要知道更多呢 两位学长姐 同样的也会 Join我们的Telegram 这样子也跟大家毫无保留 跟大家分享啦 后半部分 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记得点击一下链接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Telegram 里头也会跟大家整理一些 如果你想要去NZ的一些奖学金 最新的资讯 相关升学的资讯费用等等 怎样申请 WISA等等要怎样啊 申请过去到那边 有没有哥哥姐姐照顾我啊 我一个人过去 我会很害怕 不用讲有没有学生会会长在这里 看到没有 认着他的脸 先print出来那张照片 去到那边就问 你有没有看过他 他是照我的 这样子就好了 好啦 各位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忘记 不要忘记 记得在我们这个YouTube那边呢 按下这个like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影片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心也在下面留个言 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Seline 还有我们的 Damian Damian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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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